1月16号贾乃亮更新微博 晒出一家三口做工艺的照片 他附文写道 今天来到北京房山区 爱百福气词之家看望孩子们 我和露露创立点亮新路 今年是第几个年头了 这些孩子最小的一岁多 最大的也快十岁了 非常可爱懂事 我们希望通过自身的行动 让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 我们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感谢不求回报的老师们 祝福孩子们 你们都是最可爱的天使 照片中一家三口来到福祉中心 和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 小甜心换了个小辫子发型 剪得文静许多 更可爱了 近日李小璐也在微博晒出一组 甜心在车上睡觉的照片 粉嫩嫩的甜心 乖巧可人 大饱网友眼福 同时李小璐还爆料了一段 甜心与阿姨的对话 在阿姨问甜心 是不是又抱狗狗了时 甜心回答没有 没想到被阿姨发现了身上的狗毛 结果甜心只好巧妙回应 狗狗抱我了呀 机智的话语 令网友们纷纷感叹 段子手已上线 看到如此机灵的甜心 身为妈妈的李小璐 不禁感叹道 这是越来越加快脚步长大呀 而网友们却没有李小璐的多求善感 纷纷留言表白甜心 无理心爷真聪明 棒棒的 粉粉嫩嫩的甜小姐段子手已上线 阿姨分分钟game over 还有网友调侃称 甜心内心一定在想是狗先动手的